我们学佛一开始要有三种正确的心态 哪三种呢 第一个 对父母要有报恩心 而且进一步把众生当作父母的报恩心 第二个 对自己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傲慢 我很有钱 我很会唱歌 说我条件很好 那你一骄傲 那对爸爸妈妈就不好 对自己也不好 所以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对父母对众生 要有报恩的心 第三个心 就是对三宝 要有绝对的信心 这个最重要了 往往拜佛的人 一碰到生病 最近比较没钱 就怀疑了 有效 拜佛都没效 他甚至会退转 念阿弥陀佛的人也会 一生病一痛苦 我一直念阿弥陀佛 他怎么没有帮助我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这么说 为什么 就是你越念佛 生病 代表你本来要下地狱的 本来要得癌症的 因为你很虔诚念佛 所以业障减低了 剩下一个感冒五天 发烧发烧 你要觉得永远不要退转 所以我今天讲了学佛的三种的心 最主要的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对众生要当做父母一样 要报恩 对三宝要有绝对的信心 对我来说 谢谢大家